六甘定今年的魔幻母親 苦比露宿 人仍叫他喉参阿嬤 30萬年前跟他的紅色生理後收入公司 原本是為了喉参各界的供應上 後來自從平白生產各級的喉参 產品到生意上都花瘦過過 這幾年來開始到達臺灣 還有百會公司少幾年來買 要讓大家都能使用到六甘小孩 所以製作出來和喉参 花六點到三點一點一點的天 大部分的人 喉参是派去就等了 但是他們買喉参在報告機閃裡面 都可以免費喉参 修入公司想在30多年來 都是以外銷為主 今年來開始回臺灣 小規消息 要讓大家也能用到六甘小孩 作出和喉参 因為我們95%都是做日本市場 我們的品質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那我們老闆 我爸爸會覺得說 我們既然把阿公阿嬤這個傳承下來的精神 已經做到品質這麼好的東西了 那為什麼不要做我們自己的品牌 生根回來到我們的入港 所以在2011年的時候 我們把我們的品牌拉回來 我們在地入港 要讓大家知道說 六甘小孩有在做這個品牌 然後把這個品牌打出去 譬如說我們2011年做了保羅拉這個品牌 然後我們也在台北的陳品牌貨色專櫃 發揚給全臺灣的人知道說 我們六甘小孩有在做貨山這個品牌 那品質做得很好 約這幾出 因此做的保羅拉都以高等級為主 另外尖利人家的需求 也提供給這個貨貨貨物 有跟那個兄弟像 還有那個美麗打 還有那個 台積電 他們這些等等 很多的那個大公司 他們都有幫我們 叫我們幫他可製化 甚至於呢一些的那個服裝式的品牌 他們也會叫我們幫他 把他們的那個ロゴ 或者是他們的想法 因為他們有會優惠給自己的會員 想要擁有自己的品牌 放在雨傘上面 某些人已經漸漸有第三台接手 有青年紀生的觀點 丟向流行問窮的角度 發展品牌 演唱一家火愛打死 勤勳再開成局 新中華新聞創影洵 desde現在 彩虹報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